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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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在現代社會裡 手機電腦網路總是不理生 你能夠想像一下 沒有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能做什麼呢? 沒有錯 在我小的時候沒有電腦 沒有網路 更沒有手機 所以電視遊樂器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娛樂性指標 在國一的時候拿了4000多塊的押稅錢 想要買一台電視遊樂器 卻發現錢不太夠 於是呢就動了歪腦筋 又拐妹妹說 我們一起買一台 然後兩個人一起玩 你覺得如何呢? 也跟爸媽吵了很久 最後終於買了一台 SEGA SATUN 那個時候最火紅的電視遊樂器 莫過於PS、SS還有M64 這三個主機 如果你有看過疾風之狼的話 應該都會知道 眾多的熱門遊戲都出在PS跟SS上面 N64只有短短的幾頁而已 所以當時就先剔除掉了N64 我是因為當時迷上了格鬥天王 那為了玩格鬥天王這款遊戲呢 還對手把特別的挑剔 從這兩台主機的手把看來呢 SEGA手把的十字鍵是圓盤狀的 PS的手把十字鍵是個別突出的 我個人認為SEGA的十字鍵比較順手 而且價格上來說 PS好像比SS貴上了將近一千塊左右 時間已經過太久不太確定 價差到底差多少 不過那個價差對於13歲的我來說呢 非常遙不可及的一個數字 因為這兩個原因所以就買了SEGA沙騰 當時到底有多著迷格鬥天王 只要是格鬥天王相關的周邊產品 我能夠省下多少的零用錢 就全部拿去買 包括這組CD 還有港版出的一整套漫畫 還有畫冊 只要是我買得起的東西 我都會去買 不過這些東西幾乎都丟光了 僅存一盒CD沒有被我丟棄 這盒CD會保存到現在 是因為我遺漏了它 真不知道為什麼我會丟掉這些東西 我應該好好的收藏這些東西才對 如果可以回到20年前 我會跟20年前的我說 這些東西都應該好好的保存 你知道嗎 未來都是你滿滿的回憶啊 呃不對 我應該告訴他 下一期 該買哪一些號碼 會丟棄掉這些東西的原因 是因為後來升學高中時 PS跟SS走入了歷史 新世代的主機也已經問世 加上我跟父母說 我需要一台電腦來做報告 好 好啦 說了這麼多 就是因為這個東西 勾起了我滿滿的回憶 那我們現在就迅速開箱 也順便勾起各位的回憶吧 現在畫面切換到這裡來 我們可以先看到產品的封面 比較不解的地方是這裡 居然寫上限制級 18進 該不會裡面有收入著限制級的遊戲吧 再來看側面 側面這裡呢 有注意事項 這個地方大家就稍微閱讀 簡單帶過 再來看到封底 這裡有收入20款的遊戲封面 這20款遊戲比較熟悉的就是 R4賽車 再來就是這一款 當初看到這個 還以為是袖珍快打 再來就是鐵拳 然後這個 惡靈古堡 太空戰士7 其他的就不太清楚了 這邊呢 有寫上裡面附有的東西 然後這幾點 注意事項 接下來就打開來瞧瞧 打開先看到的一張是 遊戲分級 從這張遊戲分級看來呢 比較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個 惡靈古堡是屬於限制級的遊戲 其他呢 都屬於非限制級的遊戲 再來打開這一個內盒 內盒裡面有一本說明書 打開來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這一台 迷你PS 比起當年的PS來說呢 真的小上許多喔 再來看一下裡面有什麼配件 裡面有兩隻手把 然後跟一條HDMI的訊號線 再來這一個應該是電源線 這樣就沒啦 那這個手把呢 應該是1比1的呈現出來吧 過起來感覺跟當年的手把 是一模一樣的 看完剛才的實體開箱 現在就進來去遊戲裡面 瞧瞧啦 這裡把當年的開機畫面 原汁原味的呈現出來 看到非常熟悉的開機畫面 主選單裡面可以看到 這20款的遊戲封面 遊戲名稱 發行公司 以及遊戲發行日期 距今已經相隔20年左右了 那麼還有一個地方 比較關心的就是語言設定 比較可惜的是沒有中文 其實這裡的語言差別 也只有在遊戲的選單上 有所變化而已 劇情內容都還是原文呈現 喜愛格鬥遊戲的我呢 第一個搶先玩的 當然就是這款 由快打旋風改編的快打方塊 雖然它不是真正的格鬥遊戲 不過這種異智類型遊戲 配上這些Q版人物 也讓當年的我愛不釋手 記得以前玩這款遊戲 可以說是得心應手喔 不過時間相隔這麼久 忘記訣竅 敗場連連 經過了一番折騰之後 終於取得最後一個勝利 雖然說 鐵拳在當時也是轟動一時的格鬥遊戲 跟KOF相較之下 就沒那麼喜愛鐵拳這類的格鬥遊戲 招式沒有太多的華麗 人物也比較顯實一點 所以還是偏好KOF還有快打旋風 接下來看到這款遊戲 真的帶有一股怨氣 太空戰士7 只要有玩過電視遊樂器的 一定都有聽過太空戰士這系列的遊戲 因為當時的SEGA主機 正好是新世代主機銜接時期 所以在SS上就沒有發行 看到這位大塊頭來幫他取名叫巨人好了 Giant 但是我好像平錯了 在我的腦海裡印象最深刻的就是7代跟8代 只要談到太空戰士就會直接聯想到 這兩代主角的帥氣臉好 拿著大劍騎著重機 由於那個時期的青少年非常怕日 所以這兩代的主角造型更是受到喜愛 跳在這台迷你PS復刻之後 算是圓了當時小小的夢 對我來說太空戰士7是個全新的體驗 賽車類型的遊戲呢 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馬利歐賽車 不過當時A64市占率真的很少 想玩馬利歐賽車都得約同學一起到電玩店 玩投幣計時制的 剛好A64可以支援四個人玩 一人投十元可以享受40分鐘遊戲 再來看到的是策略遊戲 反正只要是策略遊戲都還算喜歡 當然最喜歡的還是機器人大戰系列啦 男孩子嘛就是喜歡機器人 我呢特別喜歡蓋特、鐵金剛、大魔神這一類的 尤其是在施放大招時看著華麗的動畫 以及熱血沸騰的喊話 心中不自覺也跟著熱血起來 這次的迷你PS沒有收入機器人大戰 真的覺得很可惜 最後要來分享這款遊戲不得了啦 當時很愛玩 可是卻又不敢玩上一個人在家玩 那就是紅片一時的惡靈古堡 還記得第一次看到殭屍可視屍體的那一幕 整個積母皮都上來了 每每只要經過開門過場的動畫 總覺得是不是會有什麼怪物會衝過來 這款遊戲只有英語發音及日文字幕 所以完完全全不懂劇情內容 加上年幼的我推理不是那麼的厲害 一直卡在羊樓裡面 為了要繼續推演下去 還到處問同學 你有買攻略嗎?可以借我看嗎? 比起二、三代來說 我真心認為一代的難度真的比較高 彈藥需要稍微控制一下 不然很容易在補充彈藥前 彈盡兩絕 以上挑了幾款比較有心得的遊戲 來做簡單的分享 除了這次收錄的20款遊戲以外 當年的Sutin也有很多好玩的遊戲 例如說是陸行鳥大賽車 極上瘋狂大射擊 越南大戰 炸彈超人 守護英雄等等的眾多遊戲 但四個已經久遠 記憶已經越來越模糊 只記得這幾款印象比較深刻的遊戲 這些遊戲就算是玩到破關了 還是想再多玩個幾次 這一次的迷你PS復刻 再度勾起當年讓自己熱血不及的回憶 陪我度過美好的童年 是否也勾起你美好的童年回憶 今天的懷疑遊戲就到此結束 下次見 星期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